萨尔骑着摩托车风尘仆仆地赶路 半道上杀出三个拿着斧子的劫匪 萨尔老老实实地停下了车 但三个劫匪没想到拦路打劫拦了个活颜望 只见萨尔从怀里掏出一把枪 眼睛都不眨接连干掉了三人 接着若无其事地骑着车继续赶路 湖中在一辆侧翻的卡车旁和另一个主角大海擦肩而过 大海一直对村长把集体煤矿转给私人老板十分不满 觉得他那辆奥迪六村里人人有福 还一度扬言要到北京向终极为举 让村长跟占了煤矿的焦老板进去蹲耗 为此还研究了不少相关的法律条件 大海到邮局寄信这天 因为没有具体地址和工作人员起了争执 出门就看到一辆公交车 车上的人都是到机场接焦老板 去充个人数就能拿一袋平衡 大海文言也紧了上去 焦老板买了架私人飞机刚从香港飞回来 大海嘟闹着骂了解决 接着便和车上的人谈论起了十八弯的命案 也就是仨饭下的命案 车上还坐着村里的刘慧季 大海询问他的账算好了没有 接着又掰扯起了卖煤矿的事 问他和村长究竟收了多少飞行钱 刘慧季不愿多收下了车 大海指责他们这些小官比村长和焦老板还要坏 乌泱泱一群人正候着焦老板的飞机 村长还雇了骆虎队来撞声势 排场大了 焦老板和家到欢迎的村里能握手 大海拉住他说能不能赞助自己点钱 买火车票到北京告他和村长的状 焦老板脸色变了别但因为有记者在幕后闹出动静 等人都散了便让手下小白狠狠砸了大海满头 大海满头是血的倒在地上 小白还不肯罢手 焦老板调侃地问小白是不是把大海的脑袋当高尔哭球打 大海住进了医院 焦老板却派人假模假式地来慰问 还丢了些钱给大海 意在稀释明远 大海顶着脑袋上的纱布回到村里 村里的年轻人笑着叫他老包 看来他的脑袋被荡成高尔哭球打这件事已经传回了村子 一句句老高让大海屈辱又愤怒 戏台子上正在唱林冲雪夜上凉山 大海觉得自己就是当代林冲 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脑边生 拿出自己的猎枪踏上了快一恩仇之路 他逼着会计把村长这些年贪污了多少钱都猎出来 会计正要动笔外面却传来忽远忽近的警医声 他顿时有了一仗 让大海朝自己开枪 还骂他是个所获 结果下一秒就被大海上杀了 魂声而来的太紧了 我也死在了大海的枪口下 开了这个口子大海彻底癫狂 他就那样满联血的来到村委 问出村长在哪后杀掉了传达式的小刘 在他看来小刘就是村长的老口 也是他给自己取了个老高的绰号 大海穿过村子来到庙里 有村民看到他扛着枪就问是不是要去打猎 大海斩钉截铁的回答要去打伤口 到了庙里大海用枪指着村长 平常十分瞧不起大海还不愿听他说话的村长 这时候反倒劝大海有事坐下来慢慢说 这不是流氓又是什么 大海气喘如牛 眼睛死死地盯着村长 最后一枪将他撂倒 大海跑着离开 又看到了那个一直在朝着马挥边的男人 大海觉得自己就像那匹类的没力气还要挨打 于是果断开枪打死了男人 大海背着枪来到煤矿 焦老板的车停在门外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守住带头 等兔子坐进车里后 大海拿出枪抵住了他的头 焦老板让大海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他果然知道自己做的不对 但只有死到临头才愿意承认 可惜大海没给他这个机会 警笛声有远及近 大海却没想到他 他审判了别人 自己也要被审判 镜头来到仍在逍遥法外的三 他下了渡轮后一路往家赶 家里的老娘正在办欺世大事 对于小儿子的到来脸上没什么表情 老婆这些年收到三寄回来的两笔钱 一共是十三烂 但他隐约猜到三干的不是正经营生 便直言不要他的钱 老婆希望三能留在村子里踏实过日子 三却觉得无聊 只有枪响那一刻他还觉得无意思 年后没多久三就按耐不住准备作案 他在银行门口误塞目标 一对中年夫妻被选中 他跟在二人身后走了一顿 接着毫无预兆的开枪将两人射杀 随后淡定地拿起庄前的包离开了现场 三坐上大巴离开 没到服务区就下了车 大巴到达终点后一个男人下了车 他这趟是专程来看望情人小玉 小玉问他有没有和老婆提离婚的事 情人表示还没说通 让小玉跟自己一起回广东 小玉却坚持要一个答案 他给情人半年时间 让他回去后再好好考虑 他们之间总要有个两段 小玉送情人到车站坐车 情人包里的一个水果刀不能带上动车 于是便留给了小玉 送走情人后小玉回到桑拿店 谁料情人的老婆带人找了过来 确认小玉身份后大骂他不要脸 还动手打了他 小玉无从辩解只能找机会逃走 第二天小玉到机场工地看望母亲 在电视上看到动车事故的新闻 出示那列车正是情人乘坐的那趟 小玉心烦意乱 回城时又目睹两个人 因为收取过路费大打出手 晚上 小玉和同事交班后准备收拾一下回家 两个客人看到小玉就让他来按摩 小玉的工作是前台并非济世 于是便拒绝了两人 两人却不依不饶 小个子被拒绝后更是恼羞成怒 不仅无言会与辱骂小玉 还强行闯入包间对小玉动起了手 忍无可忍的小玉拿出水火刀刺向男人 男人最终无声无息地倒在了血泊中 另一个男人被吓跑 小玉一直以来经历任何事都没有什么情绪起伏 或者说情绪始终不外露 但这一次他绷不住了 仅靠脸上的表情已经无法表现出他复杂的情绪 惊慌害怕或许还夹杂着一丝快意 他浑身是斜船的粗气走出门 一路上的活物都让他神经紧崩 小玉沿着公路一直走 停静下来后他拨打了报警电话 镜头来到最后一个故事 小灰是一家制衣厂的公园 厂长正是小玉的情人 小灰因为工作时和一个同事闲聊 害得对方走神割伤了手 厂长说这起事故主要责任在小灰 要求他赔付对方务工费 同事休息一百天他就要帮对方打一百天的工 小灰不情愿 于是就偷偷跑路到东莞找朋友 朋友给小灰介绍了一份夜总会的工作 第一天上班的小灰揭示了店里的小姐莲蓉 两人都来自湖南 小灰觉得有人 莲蓉却说这里人来人往谁和谁都有缘 两人渐渐熟络起来 莲蓉闲下来喜欢上网刷帖子 一边刷一边念给小灰 不管是东北某局长家里搜出两百个LV包 还是山西某煤矿发生事故 小灰都建议莲蓉跟帖三个字 TMD 一句TMD道尽千言万语 休息日 小灰跟着莲蓉拿着一袋子鲸鱼去放生 他们这行俗称捞天门 希望做些善事下辈子能够解脱 小灰和莲蓉相处中见生情愫 但欢场的情爱又有几分针 小灰提出带着莲蓉离开东莞 莲蓉则向她坦白自己其实有个三岁的女儿 她要养活女儿 离不开这份工作 小灰心里空落落的 她和莲蓉注定不会有结果 小灰再次选择了逃离 她决定和朋友一起在工厂打工 厂里的年轻人们各个麻木呆滞 我热劲爆的音乐也无法点燃他们的激情 小灰在厂子里安顿下来 下工后接到妈妈的电话 没有问候和关心一开口就是钱 小灰说自己换了工作下月底才发工资 妈妈却觉得小灰在骗自己 还指责她乱花钱 骂得太难听小灰就把电话拿开 这种情况显然不是第一次出现 小灰从无奈到悲伤再到哽咽 原来真的有不爱孩子的母亲 她独自在外打工等就不容易 妈妈打来电话一句关心都没有 还喋喋不休地指责辱骂 好像生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出门赚钱 小灰在游戏厅睡了一夜 天亮后有人粗鲁地推想她 是受伤工友带着人找上了门 有些事果然还是逃不掉 工友举起一根铁棍横横横地看着小灰 也许捏着两人当初关系不错 还是没能下得了手 最后丢掉棍子带着人离开 小灰捡起地上的棍子 她对生活充满绝望 却不知道该朝谁挥舞 小灰拿着铁棍回到宿舍 沉思过后毫不犹豫地走出门跳下了楼 也许只有在落地前的那一门中 她是自由的 是属于自己的 故事走向尾声 小玉出狱后来到了山西 她到胜利集团面试工作 萧老板死后 她的太太成为了董事长 萧太太好奇地问小玉 为什么到山西来 老家那边有没有什么事 小玉笑着说想换个环境 面对第二个问题 她的回答不是没事而是没事了 或许走出监狱那一刻 过去种种就已经潇洒了 她获得了新生 最后 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 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